森巴体坛三层皮一针剑切开道理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跟各位球迷咱们一起来聊一下CV 聊CV什么话题呢 聊一个非常让我们感觉到痛心和沉痛的话题 那就是无钱有可能要赛季报销了 那么根据CV官方在今天刚刚更新的一个联盟的伤情表显示 那么在本轮联赛中刚刚在浙江大战广东的比赛中受伤离场的无钱 也是将要有五周的时间才能够回到赛场 那么五周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本赛季的总决赛 打到即使是最后一场抢三的话 也是在5月1日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理论上来讲 也就是说我们的联赛还有四周就要结束了 但是无钱还有五周才能够回到赛场 那么这样就意味着 其实无钱他距离本赛季想要重返赛场已经很难很难了 那么这个伤情的带来 其实对于浙江队是一个晴天霹雳斑的打击 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我们看到了 如今CV联盟的整体的一个争观的走势 和格局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我们都知道 其实本赛季正乡丑中 他们此前一阶段在压哨签向了第三万元恩多之后 球队本赛季的一个向上冲的一个欲望是很强烈的 对不对 球队为什么在最后时刻还要临时的再签一个第三万元呢 本赛季我就是想要在刘伟伟的战争之下 拿到总冠军 对吧 有机会为什么不冲一冲呢 但是呢 如今随着CV官方的这样一个文件发下来之后 让我们感觉到晴天霹雳斑的一个打击 确实是有点措手不及 那么接下来 这辆车中他的一个战斗力能否得到保障也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说这会让这辆车中蒙上一层很大的阴影 那么其实在奔场比赛中 吴钱重伤之后 他躺在地上 那个表情非常猙獰的一个样子 我们就能够看出他这一次的伤 真的不简单 那么当吴钱被这个单架一个车 是吧 送离球场的时候 当时在退出球场那一刻 他也是把毛巾蒙在了自己的头上 其实这一刻 我们多少有点几年之前刺曾相识 那么当年DN宇航受伤离场的时候 也曾经有过这一幕 将毛巾蒙在了自己的头上 其实如果相比起DN宇航来说的话 那么这一次吴钱 说实话 他的伤并不像DN宇航那么复杂那么严重 但实际上来看的话 这一次他的伤也不轻快 那么本赛季想要回到赛场 确实很难了 那么说到吴钱的伤 确实有一个人应该给他道歉 谁呢 就是广东队的队长周鹏 那么说到这里 为什么说周鹏给他道歉 我个人认为周鹏 他是有一定责任在里面的 虽然说周鹏他是背对着吴钱落地 他也不知道背后是谁 他也不知道背后有人 落地之后 他也不知道就能够踩在吴钱的脚上 他是一个无意被动的落地 但是落地之后 他确确实实有一个百分之百的事实 就是他确实踩到了吴钱的脚上了 也正是因为他踩到了吴钱的脚上 将他的一个重心压力 一个冲击力 完全的施加到了吴钱的脚踝上 而我们看到这一次 吴钱公布的伤命 恰巧就是他的脚踝受伤 如果说单纯的吴钱落地 他扭伤的情况之下 是吧 他自己肯定会有一定的扭伤 但不会这么严重 本赛季很可能不会报销 所以说呢 我个人认为周鹏虽然说 在这一次事件中 他不是故意而为之的 对吧 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此前王小辉重伤 富兰克林那一次 王小辉他也不算是故意的吧 他也没有叛媒体 对吧 双方就是一个二分之一球 哐啦碰在碰中 然后撞到一起了 结果富兰克林缺席了20多场比赛 其实一个道理 那么这一次 周鹏也不是一个故意的 我就是一个正常的落地 但是我却不小心的 却是踩到他身上了 你说 这其实周鹏也挺倒霉的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 周鹏确实应该给吴钱道个歉 可能也是出于他 没有想到吴钱会伤的这么严重 是吧 他扭伤就走了 也没有上前去问候 关心一下 那么当吴钱一直在场下 是吧 躺在那里非常痛苦的时候 我们看到广东队 他的两个队友 威姆斯 胡明轩一起上前 问候吴钱 是吧 关心吴钱 来询问一下伤情 但是周鹏始终没有上去 但是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时候 虽然说周鹏不是故意的 但是周鹏确实 为了这一次 吴钱的一个赛季报销 他是有一个 不可开脱的一个责任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周鹏是应该有一个 道歉来送给吴钱 而伴随着吴钱 这一次赛季报销 伴随着马尚布鲁克斯的赛季报销 本赛季整个联盟的 争贯的格局 或许将会真的 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已经成为了 本赛季的正观的热门了 但是要知道 辽宁队本赛季 他们的核心郭艾伦 还能否回归 其实目前也是一个 很微妙的事情 因为他的球鞋事件 究竟何时能够回归 确实要打上一个问号 那么如果说 郭艾伦也不能够回归的话 相当于广东 辽宁浙江 联赛的前三甲 都遭遇了核心 报销的一个重创 那么这没准 就最后给了阿迪江机会 最终阿迪江率领新疆队 逆袭拿到总冠军 也是带来了一线成绩 那么如果说 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今年的联赛 还真的是很有看脱 对吧 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 虽然说季后赛还没有开打 今年的整体的正观的 走势这个剧本 已经越来越好看了 越来越有意思了 那么咱们就且行且看吧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州聊球 先聊到这 喜欢胖州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我天天明镜 聊多点球